哈马斯火箭载着复仇的怒火射向天际 要把加萨的苦难还给以色列 以色列南部港都阿什克隆才刚响起空袭警报 接着一声爆炸巨响 哈马斯火箭就在前方不远处爆炸 不止阿什克隆大臣台拉维夫也是连续好几天成为哈马斯火箭的目标 所幸绝大部分都被以军的铁装防空系统给拦下来 然而这几天更紧张的是北部边境 黎巴嫩真主党公布这段影片 他们朝着以色列的监控哨战发射反坦克飞弹 真主党甚至还派出渗透小队 想要摸进以色列的国土 遭到乙军的炮火拦截 零星的火苗随时可能引爆火药库 美国紧急调高黎巴嫩的旅游警示 呼吁公民没必要别去 以色列也毫不示弱准备跟真主党来个了结 以色列全国上下做好最坏的准备 万一无法避免大量伤亡 要怎么在战火下保存珍贵的医疗能量 以国境内的前几大医院 启动暂时配置全面转移到地底下 家户病房手术室塞进地下停车场 停车阁变成病床隔间 车道上开的是医护人员的首推车 谁也无法预料 14年的计划会不会真的派上用场 不愿意见到最坏结局的 还有这些焦急的人职家属们 他们守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总部外等消息 19岁失踪以色列女兵的姐姐 抱着妹妹的照片 越等越绝望 一旦以军地面入侵 人质恐怕不是被撕票 就是死于混战 害怕再也见不到挚爱的还有这名男子 他74岁的老母亲被劫持超过10天 音讯全无 CNN记者就问他 报仇血恨跟拯救人质 孰亲孰众 最有资格谈复仇的 当然还包括音乐纪屠杀中的幸存者 战争与和平如何抉择 只是哈马斯该如何处置牵扯到历史夙愿 升高到国仇家恨 所有以色列人共同抉择 推荐中的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